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放模式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狂高848X480燃亮50% 视频协议 HTTPSC DNAPD 91BF 948BB7015340868 65D14901A6A40 VSM3C DNX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点05分04秒 播放流水 BAC5846052A51FF81A1313 B0AB412857G0201 本地热智点击下载 点击清楚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新赛季 欧冠32强 全部产生 重温皇马上赛季 夺冠精彩瞬间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X 凌晨0.0 欧冠将抽签腾讯 7月2018年8月30日讯 根据西班牙媒体 阿斯报的相关报道 2018-19赛季的欧冠联赛 所有参赛球队的奖金收入 将会大幅上升 仅仅是来自于西甲的四支队伍 黄马 马进 巴萨 巴伦西亚就已经能够确保 得到总计1.8亿欧元的欧冠奖金 最高的黄马 将会获得至少5071万欧元 根据预计的数字 即将开启的本赛季欧冠联赛 以及接下来的两个赛季 奖金总数较之前三个赛季 将要增长53.7% 来自于西甲的四支队伍 在分组结果介绍前 就已经前途无忧 2018-19赛季的欧冠联赛奖金总额 将会达到惊人的19.5亿欧元 这与上赛季的12.689亿欧元相比 增加了差不多7欧元 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收入总额的大幅上涨 2018-19赛季的欧冠联赛奖金分配模式 也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在根据国王冠例的比赛场次 比赛结果和市场时 为依据分配的基础上 还要先增根据各队在最近10年时间里的欧赚成绩 来分配一部分的奖金 这一部分的比例 甚至将会高达总赚金数的30% 除了奖金总额有所提升外 今年欧冠联赛奖金的分配方式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元有的分配制度基础上 先加上了一条根据球队近10年来 成绩分配部分奖金的规则 这是一个新的排名 跟以最近5年欧战成绩 决定种子球队的原则不冲突 这一部分可扑动的奖金 约占总奖金数的30% 增加了这项制度后 各队的奖金分配 也有了新的变化 我们以本赛季欧冠西甲四肢球队位力 黄马将会因此得到3540万欧元 巴萨3430万欧元 马进3210万欧元 欧战基本只是第四大的瓦伦西亚 将会只能拿到1660万欧元 除去上输的部分 在小组赛 淘泰赛和赢得冠军时 各队的比赛奖金 也将会比上赛季 有着不小的增幅 仅仅是出价小组赛阶段 每只参赛球队就能拿到1525万欧元的奖金 这个数字比至上赛季有了20%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每一场小组在比赛中 赢球奖金的涨幅是最为巨大的 比上赛季增加了整整65% 每赢下一场比赛 胜利的一方就能拿到高达270万欧元的胜利奖 输球的一方 都可以得到90万欧元的安慰奖 除此之外 近期下一门淘泰赛的额外奖金 将会比上赛季的标准高出60% 相比之下 欧冠冠军的奖金增幅反倒是最少的 仅仅分加1900万欧元增幅是22.6% 输掉决赛 魏亚军球队 将会得到比上赛季多出1500万欧元的奖金 涨幅达到36.4% 最后的一个变化 来自于市场值部分的奖金大幅减少这块领域 主要跟国家电视转播的市场影响力有关 球迷数量和关注度 是主要的决定数据 2018到193季里 这一部分各队将只能分到2.92亿欧元的奖金 要知道在2017到18赛季的时候 市场值奖金占总数的45.07亿欧元 眼下缩水了两个月之后 只有总奖金比例的15% 你提看球